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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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西域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看过 西夏铁卫军不过凶狠了点 对咱们来说也不算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 贺兰铁海竟然会用上这种手段 咱们走吧 希望一切还不会太迟 夏侯大哥 门上签着一张告示 奉贺兰铁海大人之命 居拿要饭夏侯怡之父母 若而爱惜双亲性命 速拦宿州石塔投降救擒 果然是贺兰铁海搞的鬼 他们不由分说抓走了爹娘 把镇子里搅得鸡犬不宁 实在是欺人太甚 西夏兵如此蛮横不讲道理 简直跟强盗没什么两样 都怪我执意要去兰州 给高老丈拿药 才惹出了这些祸断 我 我对不起爹娘的养育之恩 此事乃是因我而起 就算得因此去向师兄求情 我也一定会帮你救出令尊令堂 向侯老弟 我们进去看看吧 保不起你爹娘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 哎 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包裹 这就是当年爹娘捡到我时的强宝 爹娘把它藏在地窖里 想必是舍不得丢掉 却又不想让我看到 其实 我早就知道自己并非他们亲生 一定 不许 强宝里面还有一本泛黄的手记 这是爹的笔记 鸡丑年三月初时 同鱼妹前妇兴庆与友人一句 不易在回城途中 鱼珠树下识获一个还在墙堡中的婴儿 我和云妹竭里已经十年 至今未遇一子 她的心情我自然明白 只是这婴儿墙堡里的一封刘书 始终让我心里有些在意 依这刘书所言 海尔被抛弃荒野的原因 是因为她是生食不祥的协议之子 可是墙堡里的孩儿 生命中注定的运输吗 不祥之子 真的是因为我给爹娘带来了凶运吗 姨弟 外面好像有喧闹的声音 我们出去看看吧 各位观念 饶命啊 你们要干嘛 夏侯仪 你以为你多了几个同伙 就能逃出老子的手掌心吗 来人 快把他们包围起来 我爹娘是不是被你们抓走的 快把我爹娘放了 饶你们不死 少废话 我等是奉贺兰大人之命 拘拿要犯夏侯仪 赶紧速速投降就寝 给我们去肃州石塔 哼 想抓我们 你们还欠点火候 大家先救救各位乡亲吧 不管怎样 此事都与河州这的邻里无关 此事都与河州这的邻里无关 这个很简单 这小鬼还敢妄图抵抗 来人全给老子一起上 这些西夏兵实在是可恶 竟然绑架无辜的村民来威胁我们 都是我惹的祸 都是我害了乡亲们 啊 高老丈 我们快去看看高老丈吧 怎么能做的 怎么办 至少可恶 好啦 这两个生日 都可以 先知道 知道 你怎么今天 人气不好 招惹了那些凶神恶煞 我自知大献已到 但没看到你平安无事 总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下总能放心了 我枕头下有柄紫金剑 若年轻时使用的兵刃 虽在一战中 被对方的神兵所伤 但修好之后 应该还是并不错的剑 你就拿去用吧 老丈 您先别说这些 阿易 从西夏军手中 营救你爹娘绝非易时 没有事 如果这非你所能 那就忘了他吧 阿易 好好地活下去 寻找属于你的天地吧 老丈 老丈没办法再照料你了 老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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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侯大哥 老丈 我不会让您就这样枉死的 这柄紫金剑就是此仇之正 我不但要去宿州救出爹娘 还要提了贺兰铁汉的人头 到您的墓前败祭 要营救爹娘 报高老丈的仇绝非一事 到时候还请大家助我一臂之力 好 咱们快赶去宿州师塔救人吧 这一关 该不会只有打斗而已吧 事态也太少了吧 嗯 母林盟主事业 前方有沙漠妖物 大家小心 哈哈 让他们试试我成枪的厉害 好 那就自动吧 有宝物吗 没有 前面的人影是 阿玲 我总算找到你了 快从那个老太婆身边逃开 她是要害你的妖怪 不会呀 高奶奶对我很好 她称赞我 是乖孩子 阿玲的眼神不对劲 难道是中了什么迷心邪术 妖孽 快解了她的迷神之咒 不然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哈哈哈哈 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 她的蜡蜡 要是 她的蜡蜡 是 没有 她的蜡蜡 我 要是 你 有 我 她的蜡蜡 是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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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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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听播혀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一定 journ downy emil Itroligny!" enfants 吝点赞 讯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请不吝点赞 订�ING镜与点栏目 先杀了那个小子再说 姑娘 战阵凶险 请你先躲一躲 看 你能躲到哪里去 可恶 居然在这个时候崴了脚 疼 关键时候 腿却不听使唤 这些人与五刀弄枪上倒颇有些章法 似乎不像是寻常盗费 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假扮成这个样子 诶 这个带头的家伙身上有一封书信 书信 信里面写些什么 你本来的阻挡 有什么 你不认为他 就认为他 他就在阳亿 他也就赢了 然后他就领导 他不认为他 自己去这儿 为什么 是 是 他和在下有些过节 话又说回来 不知这批人为何要勤补姑娘 姑娘于此可有所知 这我也很不明白 既然少侠也想找他算账 那不妨我们一起去夙州向他问个清楚 可是贺兰铁汉在夙州不有重兵 姑娘您怎能 只要你们乔装成我的侍从 进夙州便绝无问题 那贺兰铁汉就算再大胆蛮横 也不敢工人对我怎样 我们正苦无尽夙州之法 既然姑娘有此自信 那就姑且一试吧 贺兰将军有令 现在凡事进出夙州人党 去先验明身份方可放行 哼 宿州何时成了贺兰铁汉的领地了 不过让他在这里盖了间铁卫军师塔 他就得意忘行了 大胆 竟敢对贺兰统领出言不逊 这女子心怀不轨 我瞧 先把他拿下来再说 竟敢是什么人 再不报上明来 我身后的铁卫军可不是吃素的 看来铁卫军横报之名果然不假 你们要拿我吗 我乃大下国迎川公主李迎凤 你们可认得这令牌 这 这是大王的金雕铁令 你是 公主殿下 属下有眼无珠 对公主出言无礼 罪堪万死 望公主殿下开恩恕罪 哼 我对治你们的罪可没兴趣 我要见的是你们的统领 你们快去安排 不得有误 是 请公主先随我们到石塔中等候 指公主殿下特地前来 贺兰铁汉未得通报有失愿迎 还请公主恕罪 贺兰将军 这回我本事代替父王出使沙州 对曹太守表达亲善之意 不过 父王听闻你的铁卫军 在这一带恶名远播 要我路过宿州之时 顺便查访一下 贺兰铁汉约束属下不力 招致民怨 有损大王及大下声名 还请公主与大王降罪 我替父王出使 日期路线本是谁都不知道 但我却在宿州城北造一群 假扮的强盗袭扰 假扮的强盗 启禀殿下 甘肃两州生活艰难 许多游民就靠大劫为生 遇到强盗并不稀奇 不知殿下何以认为他们是假扮的 那批盗匪身上带着一封书信 沿道在得手后 把本公主送到宿州石塔云云 天下岂有这等强盗 荷兰将军 苏州城铁卫军石塔可是你的大本营 你说他们是要把本公主送到谁的手里啊 更妙的是 我瞧那书信的笔记龙飞凤舞 别有一番草莽刚进 看起来和将军你的笔记倒有几分相像 安排了那么多人马 没想到还是失手了 公主殿下 俺本想留你一命 事到如今是你逼俺这么做 可别怪贺兰铁海很辣无情 贺兰铁海你果然心怀不轨 我一定上奏父王将你抓回辛庆治罪 好公主 你先担心自己的性命吧 就算你的随从再厉害 也对付不了石塔里的整队军兵 如果是我们呢 贺兰铁海 报爹能还来 是你 糟了 来人啊 把他们给我堵住 不许他们离开房间一步 说起来夏侯小子 你能从河州顺利来到宿州石塔 这是大出俺意料之外 少废话 快把我爹娘交出来 否则 我就把你埋在沙漠里喂兔鹰 老虎不发威 倒给你当病猫了 不知死活的小子们 让你尝尝俺认真起来的厉害 要比枪技的话 由我古伦德奉陪 贺兰统领 您还是爽快地把人交出来吧 是啊 快把夏侯伯父夏侯伯母还来 不然我们痛痛打你一顿屁股 这人明顽不灵 想是不会听劝的 唯有些以武力擒扶他 再慢慢逼问便是 就这么办 俺身为堂堂铁卫军统领 岂会怕了你们 先分出个高下再说 给我杀 来吧 敌人的数量众多 我们要小心行事 团领兵 速速去救援军 折令 乙弟 他们一早就埋伏好了 咱们速战速决 莫要跟他们纠缠 贺兰天海 你死到临头了 快说 我爹娘究竟在何处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使魂的洞银川公主殿下 竟还伪装成了她的侍从一路跟来 别废话 快说 我爹娘呢 说明白我爹娘在何处 我给你个痛快 俺赫兰铁汉乃大夏之臣 生死也不得你来定论 按赫兰家族之事 我爹娘 我们伍播 我爹娘 你怎么办 我爹娘 我的头 我爹娘 你没想到 这是真实的 可恶 我定要去抓他 一力且慢 此塔内必定机关重重 要去抓这贼人想必得花些功夫 封姐姐说的是 这里可是贺兰铁海的大本营 怎么有如瓮中之鳖 即使博弈问爹娘下落 为今之计 怕也只有设法抓到贺兰铁海 以她为人质才能逃离此地了 下侯公子说的是 那我该怎么帮你 殿下 你什么都别做 在这房里找个地方躲着就好 倘若我们抓到贺兰铁海 自会来死和你会合 除此之外 不管谁来都别现身 知道了 嗯 我知道了 你们可要多加小心 多谢殿下关心 我们会快去快回的 好盛大的阵仗啊 只可惜 一样是挡不住我的 小子死到临头还在狂吹大气 且先看看你的左右是什么 糟了 是埋伏 所谓兵不厌仗 果然江还是老的辣吧 趁著他們受傷之際 趕快給我拿下他們 是 總算又闖過了一關了 赫蘭鐵海 等著瞧吧 下一個就是你了 好 集發赫蘭鐵海 好這關的 成就 不散陣兵屬性通關 通關十擊敗所有敵人 這傳令兵敲響戰鼓前將其擊敗 好像有點難 遵命 遵命 不好 如果傳令兵擊響了鼓 肯定會有援軍趕來 我們得阻止傳令兵 赫蘭鐵海 快還我爹娘 好 夏侯小子 算 算你厲害 可惜 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你的爹娘 早就歸天了 什麼 你把我爹娘他們怎麼了 不是我想殺他們 是他們耐不住拷問 夏侯小子 或許你娘說得沒錯 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你就是個災星 你說什麼 有種的再給我說一次 還有什麼好說的 你先看看自己的處境吧 糟了 該不會 我已經讓鐵衛軍圍住了石塔 個個張弓被弩 活使尚嫌 全都對準了這裡 塔底也都堆滿了木材 如果我們要活著走出這石塔 他們就會放火燒塔 你們就算再厲害 也插翅南非 呵呵 這一招本來是備而不用 沒想到你們竟然如此厲害 所謂有備無患 成為治理 一弟 咱們只能先求全身而退了 此仇可來日再報 但若他們放火燒塔 只怕我們全都難逃一劫 夏侯小子 看來咱們緣分不淺 今天就算是不分勝負 乖乖地帶我出塔吧 赫蘭鐵寒 你這卑鄙無恥的畜生 我才不管這些 我要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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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你不在乎這些夥伴的性命了嗎 就算你豁出了性命不要 難道 你捨得拖他們一起葬身火鍋 我 我的頭 我的頭好痛 你 不 我要殺 讓我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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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殺了他 由蝗蟲向火野而間併發而出 蘇州斯塔化作一片廢墟 你一個小女娃重臂簇庸 微斤正座的樣子 實在是太好笑了 哈哈 姨弟 這樣 這樣很失禮的 沒關係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因為你不曉得我們神雀公的遺歸 我們神雀公是以祭魂轉生之法 相祭公主之位 當每位齋女自知行將離世之時 便挑選具有自知的女童行祭魂之儀 將前代齋女的建立學識 盡數傳給繼任者 我身為神雀公第十三代齋女 雖是個小女王 但我可是十二代齋女 冤之博實的繼承者 今日是因為與你切身相關的大事 特別在此升作 你可明白 聽你這般說話 的確和一般小鬼頭大大不同 不過 所謂與我切身有關之事 又是什麼 別把本公主當作一般的小鬼頭 言歸正傳 下侯儀 你可知道那日在宿州鐵衛軍石塔 發生了什麼事 鐵衛軍石塔 我恨不能把赫蘭提罕碎石萬段 只覺氣血上衝 鵝上一陣熱 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那時 你鵝上的印與心中狂怒相應 化成天火般奔赤幽皇 從你身上迸發而出 將整座石塔焚石殆盡了 我事先沾出你們將有此難 敢去以神分將幽皇擋住 不過你的幽皇威力實在太強 我只來得及以頓位之法 將塔內諸人禁術移出 才保得大家平安無事 那就好 那幽皇是什麼 我竟然有這樣的力量 為什麼 還有我鵝上的印記又是什麼 幽皇原是與你的魂魄共生的力量 只是歷經轉生的你 早已忘了這回事 千年的時光尘封了一切 如今又將隨著那燒盡石塔附生了 被過去的你搅亂的石仪與天命 仍需由你之手來做個了結 夏侯怡 你真正的命運現在才剛要開始 天機不可洩漏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如果你想告訴我命數 難道不能說清楚一點 天機不可洩漏 現在一切都還不能告訴你 不然就會違背了天地造化的自然音律 真正 你這信口胡說的小鬼頭 說這以大票虛無飄渺的鬼話 我的前生命運雲雲 不勞你操心 告辭 一弟 先別想這麼多 聽當地人說 譚家鐵鋪手藝了得 說不定能修復你的紫禁劍 我們不妨去看看 譚老前輩 我手裡有一把紫禁劍 可惜經年破損 還望譚前輩能幫忙看看 紫禁劍 讓我看看 好劍 待我將劍身燒到紅熱之後 重新斬煙不斷 補其缺口裂縫便可 多謝前輩 黃府寶主 夏侯小子 好久不見 生妹 你怎麼會在這裡 三師兄 我 我總算找到你了 我無論如何想見你一面 或許我能幫你 我總算找到你了 給我回去 這大漠充滿兇險 你要是有了什麼萬一該怎麼辦 我眼下還有要事要辦 此刻只怕吳俠和你敘舊 我一定會去找你的 老闆 您可是那位黃府兄急著要去何處 他和中原來的那些俠客一樣 都往高昌古城去了 高昌古城 那裡出了什麼事了 高昌古城原本是天山北陸的小國 他在千年前神秘泯滅後 就像埋入荒漠底下似的 連經過那一帶的商隊行旅 也時常無故失蹤 幾天前 有個盜墓賊從那裡逃出來後 描了地圖 那些中原俠士德之後 硬向我買下那張圖 那地方我也聽過 據說四周的荒漠被海市蜃樓的幻象包圍 只要一進去就永遠走不出來 你們若是想去 只需由沙洲城一路向北 那古城的幻象似乎十分厲害 你們要多小心些 多謝老闆關心 我記住了 順道問一下 可否向您打探有關楼蘭古物和盜墓賊的消息 這可不行 我答應過要保守秘密 不過 若你能把我弄來一件叫做朱幻神鏡的寶物 要找那傢伙的事兒就好商量 我明白了 我們盡力便是 風姐姐 咱們這就前往那高昌古城吧 要追上皇甫兄我想現在還不遲 這次 果實一群妖魔擋路 讓他們試試我槍伐的厲害 這四處地形上有靈氣集聚 站在上面可以獲得靈氣保護 我們利用這些靈氣來作戰 會更為有利 我們快繼續尋高昌古城吧 按下 是一具被烈日晒干的 尸体 咦 它怀里的布上好像用黑灰写着什么 这方围之阵乘踏北斗 其奇异之处在于其逆步反阙 鸡偶分行 要决是逢鸡则反 逢偶则诱 始终方围 乘此七步后由队破阵 一级先由侃位 所谓方围之阵 就是会让人走回原地的迷阵 唯有依序朝各方位行走 这位前辈只说清楚过阵的第一步是朝北 最后朝西 剩下的只怕都在 竖城北斗 欲击则逆 逢偶变幼 始终方围 由队破阵 这五句话里了 嗯 城踏北斗 那就是说一共要走七步 先由侃位 也就是说由北开始 走过七步之后 由队破阵 也就是在最后走西方离阵 不管怎样 先走走看再说吧 我悟出来了 所谓城踏北斗 是指出破阵 供需走上七次 欲击则逆 逢偶变右 则是指欲击数次 便倒反方向 欲偶数次 则右转 而从第一次朝北走来推敲 前六次应是 北 东 西 北 南 西 而根据最后一句 始终方为 应与北相反 一击往南 由队破阵 是指踏破这七步迷阵后 再朝西走出迷阵 不愧是智记百出的风姐姐 咱们这就再试一次看看 北 东 西 北 南 西 南 首先 北 东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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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步 下侯大哥快看 前面似乎是一座古城 油队破阵 我们走西方离阵 前面应该就是高昌谷城了 我们快过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未必能再走回这里 走不回来便走不回来 那又如何 若非当初听了你这婆娘之言 老子也不会巴巴赶来这死人城送命 反正是不能生离此地 那么死在弥阵里也没什么差别 周师兄 当初听到这古城之事时 是谁当场眼亮嘴闲 直催着要来斩服妖孽 唯恐落人之后的 要不是如此 我们大家也不会这么匆忙 就决定赶来这里 嘿 你讲词多理 你想打架吗 老子现在别的没有 火气倒是很多 招宠 别碰我娘 玄儿 你怎么来了 这地方来不得的 你们怎么穿过前面那风靡阵的 是夏侯大哥参透了前辈留下来的遗书 一路领着我们走进来的 娘 大伙儿都没事吧 大伙儿倒是没事 不过现在这里动弹不得 所以尽量准节凉水 只怕还是挨不过几天 唉 你们挑这个时候来 真是再遭不过了 慕容贯主 看来你们已经来了好几天 不知此地的情形如何 外头有迷阵是自不代言 而且这古城里 到处有妖魔出没 地下的通道里 也被人布了迷阵 我们曾数次入内冲杀 但总是莫名其妙地 绕回了原路 无功而返 这样看来 倒像是有人在此设下陷阱 等着我们来自头罗网似的 可是 这迷阵规模非比寻常 到底有谁能做出这种事情 这对头似乎并非我族 而是盘踞在这古城中的妖魔之属 专以县主的过往行人为师 这妖魔应是躲在被迷阵所护的地下某处 除非除掉这设下迷阵的妖魔 否则 咱们很难生离此地 哦 对了 轩儿 方才在你们之前 有个兰衣汉子 庞若无人地走进了古城 你们可否认识 啊 那便是皇府堡主了 慕容灌主 公孙掌门 我们这就进去看看 啊 你们果然和那盘沙堡有一腿 哼 当初在盘沙堡门口就道你们是奸戏 果然 你们跟盘沙堡众蛇熟一握 把我们当猴耍 我们和紫云空同没有任何仇怨 周掌门为何处处刁难 你在盘沙堡打伤我门人的事还没完 今天新账旧账一起一算 紫云派 空同派的人 出来 周崇 诸浩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乳秀未干的臭小子还敢来叫嚣我们 今天就替你爹娘教教你们 什么是江湖 一弟 我们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且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 是为了追查三师哥的下落 他们欺人太甚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们没必要跟他们斗个你死我活 还是快快进到古城寻三师哥的下落 好吧 古城大门在那里 我们抓紧过去吧 启入 看你们能扛到什么时候 取入婆娑凭杀意 古城之门就在这里 大家快进去 周兄 这群人逃进古城里 要追吗 古城里已经下了迷阵 还有妖魔出目 他们要没死在里面 也是被迷阵送回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 守株待兔 他们逃不掉的 他们似乎没追过来 我们先歇一歇吧 前面的那个人影 看起来有些眼熟 有 杨兄 光凭迷阵借障 就能使地上错乱至此 这应非凡人之能所为 嗯 有趣 有趣 啊 是小师叔 怪不得我刚才 没看到他和娘在一起 原来又一个人跑来这里 风姐姐 古大哥 这位是我的小师叔 杨云佐 当初我们到盘沙堡 救公主时 就是他帮我们弄到 进地下密道的样式的 原来是杨兄 蒙你出力营救公主 天窑派风铃声 在此带神雀功向你致谢 杨兄 眼下五派被困于此 这样拖下去绝非良计 我们虽想冒险一探 但对此地的情况尚不熟悉 杨兄对此是否有所了解 如你们所猜的 似有某种妖魔 盘踞于这古城地下 封闭城外和地下的幻障 都是他的杰作 这边是杰作 这里有地下的入口 里面原是地窖和廊道 但现在都被强大的 逆元幻障扭曲隔断 变成大批 毫无章法的片段通道 此外 这城中还有大量的妖魔横行 甚是危险 你们务必要小心 多谢杨兄提醒 我们必定谨慎行事 我跟他一遍 他一遍 我跟他一遍 我跟他一遍